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衛 今天來看一下我種的五花果的大果品種 其實我大果的品種不多 大概就是三四種品種而已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一顆 這一顆是摩西哥改良23 果實很像波激紅 其實我有點分不清楚誰是誰 接著是美麗 或者是說金色河濱 其實今年的金色河濱 只有節儲六七個果而已 明明盆子是1.8吋的盆子 原因就是今年 去年 去年的低肥大太少 用追肥的方式補而已 這一顆 是金奧芬 剛剛有收一顆果 因為一碰就掉下來了 不收也不行 那其實大果 種來種去 還是香蕉最給力 大概接了十幾個 收了大概五六個 而且香蕉還一直在沾果 那香蕉用的是1.5吋 1.6吋盆而已 那我的金奧芬 大概是長這樣 快熟了 結果數其實 整顆來講 其實真的不多 但是盆子真的也會接過 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只是第一年 可能就不會接過 像這個就是 養分不夠 分支長不大 這個盆子用的是1.4吋盆 所以盆子 進到的盆子 確定是OK的 只是 真的需要一點時間跟工夫 今天的收成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盆子的收成 真的就是沒有地址好 搞不好地址中一顆 隨便一顆就可以收這麼多數量 看一下果實 今天收成的 金奧芬最大顆 金色河濱 摩西哥改良23 一樣摩西哥改良23 香蕉 低密 哈帶 今天的收成大概就是這一些了 繼續努力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金奧芬的重量 大概是88克 橫汁的重量要到100多公克 坦白講比較困難 濕肥 濕肥 要濕了蠻多的 才能到100多公克 那我去年沒有打底肥 有88公克已經很了不起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果肉大概長得了 好 都可以看到 有一點點中空 那已經算完全滅化了 好 好 都可以看到 有一點點中空 那已經算完全滅化了 那像這個中間有一個洞 其實是澆太多水 或是果實沒有長得很完整 最好的話是不要中間有空洞 這樣果肉會更甜 好